雅各有十二个儿子 其中约瑟和汴雅敏是拉杰生的 那时汴雅敏年纪尚小 约瑟已是一名少年了 他被兄弟们恼怒憎恨 大概有四个原因 他是拉杰所生的 因此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 联手排挤他 他的兄弟们品德恶劣 约瑟不时向父亲报告他们的恶行 雅各最疼爱他 为了表示疼爱 竟然给他一件色彩鲜艳的长袖外衣 这个行动可能暗示 要将长子的名分给约瑟 长子流便与父亲的妾有过迎刑 西缅立位做了大屠杀的暴行 那么这件彩衣就有不寻常的意义了 但最令兄长们气愤的 莫过于他的一梦 在梦中 他们众兄弟都正在田里捆河 突然约瑟的河捆直立起来 而其他的却都围着他的河捆向他下拜 在另一个梦中 约瑟看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都向他下拜 从这个异梦中 似乎表明他的身高 将来的尊荣居于领导的地位 而梦中的事 东方人都相信可能是上帝命定的 这样一来就越发引起他哥哥们的嫉妒与恨恶 加重了他们中间的不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